在日旅客从武汉回台的包机才一降落 聚方派出的化学兵立刻对飞机的拖车喷洒消毒水 接着机上的行李卸下之后 每一个经过输送带的行李也是全面消毒 每一个角落都仔细喷洒 就连还没有再送到旅客的游览车 也是早早提前消毒一遍 而回台的旅客才刚刚接受完检疫要搭车离开 马上又对游览车再喷洒了消毒水一次 化学兵身上穿上全套防护衣护目镜 短短一段距离 地上就摆满了1234四大桶消毒水 外加着12345 五名化学兵对每辆经过了车辆 车身上每个角落仔仔细细全面消毒 就连货舱的机柜 拖行飞机的拖车每个角落通通都不放过 另外像是淘机的航下把手电梯 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清洁一次 就连清洁桶也是统一上胶带集中管理 这是有人经过都要消 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就消毒一次 消毒两个三次了 而旅客只要有发烧都必须要走防疫通道 航下外还有两台救护车随时待命 淘机防疫工作最高规格 小心再小心 谢谢楼市下的桃源报道